政府派出四班包机,今天和明天飞到武汉 接载滞留在湖北的香港人回香港 第一班机在早上8点起飞 当局预计今天一共有258个香港人 搭专机由湖北回香港 今早大领入境处和医护人员出发的 政制禁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在机场说,第一班专机预计会接载113个香港人回香港 包括两个应届民平士考生 而第二班包机会有145人 其中有两个应届民平士考生 14个孕妇和10个有医疗需要患者 要尽早回香港 预计今天一共有258个香港人 搭两班专机由湖北回香港 保安局局长李嘉迟说 部分参与这次行动的入境处和医护人员 曾经是参与上次钻石公主号的行动 相信这些经验对今次行动是有帮助